加拉塔萨雷主场被称为魔鬼主场 狂热的氛围往往让客场球迷不寒而栗 为了帮助球队战胜巴萨 加拉塔萨雷的球迷们使出了种种盘外招 但他们却害了自己 魔鬼主场坐无虚席在比赛前一晚 加拉塔萨雷球迷就使出了阴招 凌晨30-46分左右 他们来到巴萨入住的酒店前燃放烟火 试图干扰巴萨球员的休息 不过巴萨球员住在酒店的另一侧 甚至不知道有球迷来放烟火 加拉塔萨雷本赛季的成绩不够理想 仅仅排名吐超积分榜第12位 主场对阵巴萨 加拉塔萨雷球迷的热情被点燃 52,280张球票销售一空 5万名球迷营造出了颇为火爆的气氛 开场之后 几乎巴萨球员每一次出球 主场球迷都会送上巨大的虚声 在这样的氛围下 意大利名少奥萨托似乎受到了影响 主队9次犯规只得到了3张黄牌 而只有7次犯规的巴萨 却得到了4张黄牌 队长一脚踢飞脚旗杆 在接到脚球之后 加拉塔萨雷队长马尔康投球冲顶破门 进球之后 马尔康冲向脚球区 一脚踢飞了脚旗杆 恢复冷静之后 马尔康意识到问题 主动走向脚球区 捡起了被他踢飞的旗杆 试图把旗子套上去 不过奥萨托还是笑着向他出示了黄牌 脚旗杆已经被踢断 所以无法继续使用 工作人员拿出了备用旗杆 比赛才得以恢复 美日体育报还发现了另一个问题 马尔康并没有按照规定摘下戒指 或者用胶布包住戒指 而是带着戒指出场 球迷投掷杂物 激拗阿尔巴佩德里 奥巴梅扬连入两球 帮助巴萨完成了反超 这让主场球迷的情绪越来越激动 在比赛的第86分钟 当阿尔巴准备支出戒外球的时候 加拉塔萨雷球迷向场内投掷杂物 奥萨托吹停了比赛 在球迷恢复平静之后 奥萨托示意恢复比赛 然而就在阿尔巴回到边线 准备支出边线球的时候 球迷再次投掷杂物 甚至砸在了阿尔巴的腿上 暴怒之下的阿尔巴一脚踢飞了球 这又引发了对手的不满 两队球员发生了冲突 已经被换下场的提克 甚至冲入了场内 之后奥萨托向阿尔巴出示了黄牌 第三次走到边线 阿尔巴终于将球置入场内 前夕甲裁判伊图拉尔德分析 得到黄牌已经是最小的处罚了 即使有人向你扔东西 阿尔巴也不能把球踢到看台上 事实上 阿尔巴不仅把球踢向看台 而且还不断向奥萨托怒吼 你太差了 你太差了 不过 主队球迷的这种行为 反而浪费了更多的时间 比赛恢复之后 主队几乎没有组织起有威胁的进攻 西班牙记者罗德里格斯指出 加拉塔萨雷的球迷们 正在伤害他们的球队 向球场内投掷杂物 并不能帮助自己的球员 不仅如此 加拉塔萨雷球迷的种种离谱行为 还会让加拉塔萨雷 遭到欧足连的处罚